伯榮大王轉戰日本職棒 讓台灣跟日本棒球界都高度重視 火腿社長竹田憲宗跟總教練立山英樹 都親自來台出席加盟記者會 顯示了球團對王伯榮是相當的重視 而且立山監督我還入境隨俗 秀一段中文說 能夠延攬王伯榮加盟非常幸福 日本方面也特別派出了將近10家媒體前來採訪 可見對王伯榮加入日職有非常大的期待 用中文非常幸福表達這一刻的心情 北海道日本火腿鬥士隊監督 立山英樹充分展現 對王伯榮入團的期待 開玩笑的不斷道歉 從中職帶走這麼優秀的選手 日本火腿鬥士隊為王伯榮 在台灣舉辦加盟記者會 除了監督立山英樹 社長竹田憲宗也親自來台 顯示了球團對王伯榮的重視 而這場國際級記者會 吸引了台日上百位媒體來到現場採訪 用台語回答記者 王伯榮的超快反應 讓現場哄堂大笑 除了台灣媒體幾乎全都到場 日本方面也會王伯榮加盟 派了近10家媒體來台採訪 除了這場在台灣的記者會外 20號球團也會在扎晃當地 舉辦日本的入團記者會 大王王伯榮前進日職 正式加盟日本火腿鬥士隊 也成了台日媒體最受瞩目的焦點 民視新聞綜合報導 今晚的記者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